大家好,這裡是貓忌 今天呢,我們來回來玩Yubilee 九指使用 那,呃,有一位觀眾呢,有留言說 呃,其實,不是那時候左下角都有一些,那個文字嗎? 但是說要按C鍵,之後可以互動 那,因為之前,我沒有想到說原來那個是 因為我去看說明啦 但是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要按下那個C鍵 沒想到,沒想到,這麼早就要按了 結果呢,就,讀大家所見 我前兩集呢,就,跳過很多與人物之間的對話 所以就請大家見諒 那,從這一集開始,我會特別注意去按那個C鍵 這,對,對大家很不好意思 好啦,那我們現在趕快來晃一晃晃晃晃晃,之後那個女生就出來了 現在跟那個女生,對話 那,有點卡卡的 呃,笑跳,卡卡的耶 呃,先把一些東西關一關,好,我們來跟她對話 嗯,是維 啊,那身智服,你是我們學校的孩子吧 難道你就是公子的同學 哦,沒錯,或是她 我記得秋乃說過,她看到女孩子,確實是有一頭,呃,雪白頭髮的 你,該不會是叫小微吧 呃,所以說,其實這個事件呢,是我們那個主角 跟那個表姐,遇見表姐之後 所發生的事,不是之前的事情,是之後的事情 咦,啊,對了,突然想到 呃,我有去看那個最愛恐怖 欸,最愛恐怖RPG那個粉專 欸,是這個名字嗎?我忘記了 呃,因為她那邊介紹的比較詳細一點 她說這一款是羽術公車站的,呃,這款作品 她Happy Ending的五年後吧 我記得是五年後的那個劇情 我看一下喔,最愛恐怖RPG嗎? 可是最愛什麼什麼什麼的 好的,大家我去看一下 那個粉專叫做JRPG恐怖遊戲 因為有兩個粉專名字有點像 那我是在這個比較 也是蠻常介紹那個遊戲的這個粉專 它這邊比較詳細的介紹啊 那它確實是羽術公車站的這款遊戲呢 The Happy Ending五年後 就是我們現在玩的這個 這款遊戲的故事 那,呃,那個朱莉啊 朱莉就是我們階級主角的表姐嘛 她表姐呢,是在羽術公車站 呃,某一個在學校的女車 發抖的霸凌者A 那羽術公車站我好像沒有玩過 所以我沒有什麼印象 那應該是不會影響之前的劇情吧 就是我玩這款遊戲應該不會跟前面有所衝突吧 因為畢竟已經發生五年後了 好,那我們就繼續遊戲吧 欸,朱莉,你怎麼會知道這孩子的名字 抱歉,我忘記跟你說明了 其實 這樣啊 那麼,那個叫做秋乃的孩子 和公子同時見過面了 是啊是啊 秋乃長得很可愛唷 以前我們經常一起玩的時候 她有點狂妄之大 但是現在 呃,這些之後再聽你說 中職同學 你現在應該在住院吧 我快點回去醫院可不行的喔 在這種地方的話 你的媽媽和朋友也會擔心的喔 我的媽媽並不擔心 而且我也沒有朋友 怎麼會 再說 我已經沒有必要回醫院了 你不知道的事 我可能 我,我不可能會知道 蛤? 等等 怎麼就這樣跑了 咳咳 說起來 秋乃也說過啊 她說這孩子除了筆記內容以外 什麼都不說 筆記內容 是啊 最像是她的日記之類的東西 不知道為什麼 筆記出現在我公寓的下水道 我和秋乃一起找過 那是什麼樣的內容 我記得是我終於自由了 之類的內容 自由了 哦 其實我王才 也在公主同學家門口 發現她的日記 上面寫著 我已經不來這裡了 已經不來這裡了 看來蠻討厭家裡的 公主同學 她好像不怎麼說媽媽疼愛 原來是這樣嗎 但是為什麼唯一 要把自己的日記 删到在各種地方呢 日記一般都是寫在筆記本上 指你好 說在抽屜的吧 雖然不清楚 但說不定這裡有她的日記 既然我都在這裡了 那就有可能 她感覺也想讓我們去找日記 去找一下吧 等一下 我高手 紅了好卡 可能今天上班 講太多話 哦好不舒服 嗯 口袋裡有東西 五元 機會難得 來稱讚一下吧 與那孩子相似 我安息 真的會有他們的交談 的對話 那我們看一下 公主同學 感覺她那孩子有點像 先生 你怎麼了 啊沒事 什麼也沒有 好了 快點去找公主同學的筆記吧 就就就就就這樣 哇那我之前真的 跳過了很多的劇情欸 我先來參拜一下吧 欸為什麼會移動 有點詭異 天使變黑了 雖然不太清楚 趕快找個筆記回去吧 欸還真的可以進來 也太黑了吧 有個佛堂 為什麼都要敲這個佛堂 寫作蟲一直在我的腦海裡 爬來爬去 她命令著我 快寫啊快寫啊 如果違抗寫作蟲 並停止寫作的話 我的大腦就會被吞噬殆盡吧 是什麼內容啊 好像不是一般的日記 寫作蟲 似乎在哪裡聽過呢 除了這張筆記外 好像就沒有其他的筆記了 在這裡繼續待下去 也不是辦法 我們差不多該回去了 嗯說的也是 欸外面有人 誰 啊 是那個 怪物 那傢伙 是在下水罩裡 追上我和丘賴的蛋筷筒 千、千歲 我們沒辦法從這裡出去了 我堵住入口 你找一下有沒有別的出口 可、可是 其他的出口是甚麼的 別說了 快點去找吧 這隻要下去 我們兩個都會殺的 我、我知道 你如果想把 移動過的東西 恢復嚴重的時候 請告訴我 啊啊 天啊 我把他推了 欸 恢復嚴重 恢復嚴重一下 應該 欸 好搖啊 應該沒甚麼用 我覺得啦 那個是窗戶是不是 啊 哇 朱莉 來不及了是不是 我已經很快了欸 欸 Bendy 位置很快了欸 難道不是那裡嗎 人來試試看 我看一下喔 對啊 今天看起來像窗戶啊 還是因為我剛才就已經浪費了時間 所以呢 他那個就把它算進去 因為我應該一開始就要 直接 推到正確地方 是這樣嗎 我覺得應該是 蛤?不是欸 哇? 那可不是窗戶嗎 我覺得有點來不及啊 來不及啊 來不及啊 我直接 看我周面 看 看其他的地方好像 沒有甚麼特別的 而且又覺得 可以推那個椅子 照理說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啊 再一去吧 有了有了 有了有了 我從後面推你 牽涉你先走吧 朱莉 你快點 糟糕 他進來了 快點啊 唉唷 還好 跑出去了 總算出來了 總之我們得逃遠一點 逃遠一點千水 先先先存檔 逃野不懷地跑吧 躺到這裡應該就能放心了吧 是啊 但是結果還是沒找到能理解公主同學的筆跡 關於這一點你就放心吧 誒 這是公主同學的筆跡 你在哪裡找到的 在我拼命按住神社的門的時候 發生他夾在門裡 在那種情況下 真虧你能拿到 明明那麼害怕 不要再說了 因為很丟臉 總之 這樣也許 又能知道有關我的事情啊 我們一起讀讀看吧 我出了點遠門 為了不被人發現 於是我在神社裡過了一夜 雖然夜風稀稀 但感覺比醫院的病床舒服一點 夜風稀稀 這個日記會不會不是最近寫的 嗯 好像是在描述冬天的事 這麼說來 是這裡有關寫床蟲的筆跡呢 有是有 但那有什麼問題嗎 我剛才想起來了 寫床蟲是指小書的書名 小說 嗯 寫這部小說的人 寫這部小說的人 現在在年輕人之間 相當是歡迎 我記得她的名字叫做 護影桂馬 朱莉 怎麼了 不是啊 其實 根據秋那首說 我似乎是被監禁在桂馬家裡的 嘿 公主同學她 仔細一看 只有寫了關於寫書層的筆記 首要的紙張是稿紙 也就是說 那不是公主同學的筆記 而是寫床蟲的原稿 若是這樣 為什麼微呆庫的時事裡 會有桂馬的小書原稿 你可不覺得原稿上的字 和我的筆記 的筆記很相似嗎 該不會 這些桂馬小說的人 其實是公主同學之類的 這麼可能 不 也不是不可能吧 這也就是解釋 這就能解釋 為什麼每張筆記 都被放在取材地點呢 但是在取材地寫筆記 有那麼常忘記帶走嗎 嗯 到底是為什麼呢 總之 等我得到有關公主同學的情報 我會通知你的 朱莉和刺音 真的好像 哦 好 那是她姐姐 確實經常被大家說 外表長得一模一樣 不過你突然提這個 做什麼樣 不僅僅是外表 你們倆善良的個性 也很詳識 嗯 朱莉很善良喔 那麼我下次 會去便利商店的 不對 我一點都不善良 千歲 因為我對千歲 什麼 你不會成就我爸 你過千歲吧 像姐姐這樣 我小時候的夢想 是成為像姐姐一樣 激帥氣 能更好人 說起來 我那男男婆的個性 性格 也是因為 開始模仿姐姐的緣故吧 但到頭來 我只不過是 模仿了那些 表面功夫 從中間意義上來說 我根本 沒能像姐姐那樣 現在是回家嗎 啊 這個阿姨呢 大家還記得吧 有的阿姨 站在那裡 現在變成 一攤血跡 這樣正常嗎 還可以進來耶 那我現在要去哪 回家嗎 欸 筆記 咦 這又是我的筆記 為什麼會在我家前面呢 以前 電視上的時事評論員 曾這麼說過 怪馬之手 以寫那些內容 那種內容的小說 是因為年輕人 可以接收練習的內容 她在後面嚇到我 沒有能理解我 我並不是帶著那種想法寫的 哇 嚇我一跳 你 是我討厭的內心 糟糕 被討厭了 幹什麼啊 討厭出現 知美的禮貌 我也討厭這集啊 我也討厭啊 這集討厭這集 剛剛講太快了 現在呢 睡覺嗎 啊 去看了一件事 好吧 還連續 今天下午四點左右 在郊外發現了一具國中女生的屍體 發現屍體的位置 位於當地的山裡 15倍的埋進的土地 該民國中女生 有一頭雪白的頭髮 被發現時 身上學校制服 警方正在 先是釐清 案情 和確認 國中女生的身份 一頭雪白 頭髮的國中女生 這簡直 就像是在描述尾嗎 不過 該不會 因為 我記得她確實 火師身體 在我們的面前 她有可能真的 死掉了 欸 她也在看見吃秋奶 雪白 頭髮的 女國中生 那 難道是 但是 尾應該已經 昨天 在 已經被我 天啊 但是 尾應該已經 被我昨天 從土地 挖出來了 有過難 你真是正常了 今天 怎麼又在這裡 發現了尾 這種感覺 是什麼 這 這裡是 是那個佛塔 那個桂馬 那個家 為什麼 我還在這裡 我記得我應該在自己家裡的 同樣的地方 這裡確實是桂馬先生的宅地 感覺氣氛和之前來的時候有點不一樣 雖然我不會形容 該說是氛圍嗎 總覺得 有點不太對勁 真是要瞧 欸 欸 可以轉檔 好好 是 啊 我覺得我們是類似那種 然後 呃 以前 發生的過 以前發生過的事情的那種記憶 欸 其實我現在才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 他跑步的時候 後面有煙欸 有沒有有沒有 各位 看看看看 可能之前太暗了 我都沒有注意到 我是想要四處看一下 好 那我們就 看下劇情吧 看下劇情吧 什麼 你要我讓你住進來寫小說 突然來找我 我還以為你要說什麼 原來你這是公子為嗎 你之前寄給我們出版社的小說 我已經拜讀過了 你確實有難以言喻的才能 但是 以你的年紀 寫那種劣情的內容 會有些問題 如果 無論如何 都想繼續寫小說的話 就要改變自己的文風啊 為什麼 因為作為小說出版的話 會引起世人的關注 一定會有像你 差不多年紀的孩子 的家長來投訴的 我不要 什麼 我絕對不想欺騙自己 寫一些自己不消息的東西 但是我無論如何 都要繼續寫小說 那你就按照興趣 繼續寫下去吧 這樣就留不住那個人的目光了 那個人 你是說 你想讓某人 讀小說嗎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情況 但我知道你的決心有多堅定 但如果不當總編幸福的話 你的小說還是不能出版 那就用其他的名義出版就好 什麼 我只要自己寫的小說出版就行 所以我寫了之後 其他的人可以把他當中自己的作品發表 代表著家嗎 消失了 他們兩個簡直看不到我似的 而且剛才的對話 他們兩個到底是什麼關係呢 什麼關係 就要只是來拜託他而已 打不開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 欸 喂 房間嗎 等一下 我對你衝太快 欸 你的小說好像很受歡迎 連我們出版社也收到很多給你粉絲的信 不是寫給我的 而是寫給你的吧 霍影貴馬先生 別逗我完了 咳咳咳 你看我帶來的幾封粉絲信 你走走看吧 大家都寫了密密麻麻的感想吧 能被認可只是太好了 喂 不對 沒有人能理解我 什麼意思 喂 你怎麼了 感冒了嗎 我沒事 你行這個 下次就電車帶我去別的地方吧 你明明沒有體力 還想到 還想到 四處 起財啊 我想親身體會 然後把它寫成小說 我不想浪費時間了 隨便拿一東西 快帶我走 又消失了 快速回來 我想到原來 我也是霍影貴馬的代筆作家 莫非我在看的 是偽的過去 是 對不起 嚇我跳 沒想到我還在廁所裡 跳 你要過來 有誰 來救救我 怎麼了 你發生了什麼了嗎 你來救救我 哎 到底怎麼了 又能摘啊 也是那傢伙 他找我去看證嗎 我可以這麼辦才哈 欸 那是 是我意思 你看到了 我看不見的東西嗎 好奇怪啊 太詭異了 奇怪到去哪裡了 啊 在這 你看到了幻覺嗎 你這小說裡 確實有種不可思議的現實感 本身來信也說 有人 因為你的小說被影響 出現了幻覺 但是沒想到 你寫出的本人 已看到了幻覺 那怎麼辦 不寫小說了嗎 我不會停止寫小說 你的臉色很擦 以你這樣的精神狀態 只能繼續寫小說嗎 而且我也不會讓這種狀態的交後 勉強寫著 如果想放棄 也可以隨時停滯 但我也不是志工 如果你不當作家的話 那請你離開這棟房子吧 喂 是看著新鑰的幻覺 創作出鑄品的嗎 不知道在這之後 喂怎麼樣了 他離開這棟宅材的嗎 好奇怪啊 喂到底是 3 是4 喂 還是打不開 不會不會可以出去了 找不到 欸 難道 欸欸 可以下來了 你在這種地方做什麼 我應該告訴你 不要 我已經允許 就進入了地下室 算了 你寫這個 那個小說你要怎麼辦 會放棄的話 你就趕快從這個房子裡 我會寫 什麼 我不會停筆 因你那種精神狀態 能做到嗎 因為我已經決定了 我要繼續寫下去 直到我的小說 能吸引那個人的目光 這是你那天來到這裡說的話 其實不是那樣 我也不能停止寫小說 因為在我的腦海裡 爬心的寫作蟲 被命令我快寫快寫 寫作蟲 不是你小說的名字 難不成這就是你之前說過的 幻覺症狀 不僅僅是那樣 我寫的小說裡的那些怪物們 現在也在某個地方看著我 想殺了我 某個地方 但是 幻覺終究是幻覺 是實際上 你不會被殺的 你看這個 你手上的傷 這樣你還說 這只是幻覺嗎 難道 這也是被你所說的幻覺 動的嗎 雖然難以相信 但這似乎不是正常的事情 不過沒關係的 我現在正在寫的小說 這樣會是 我之後的作品 只要旅行了看那個人的約定 我就不再寫小說了 你看起來很有知性啊 跟我來吧 去哪啊 走掉了 我覺得剛才我和桂馬先生的眼神對上了 是有多心了嗎 話說回來 桂馬先生真的把我驚驚起來了嗎 呃 有些這種感覺 回去了 回到家裡了 秋乃 你從剛開始就一個人在寫寫念什麼 呃不是 那個 帥了不是這個 家裡的醬油用完了 媽媽要去便利商店買一下 呃 我知道了 那就麻煩你看家了 沒見過的號碼打來的 喂喂 啊 秋乃 抱歉 突然打電話給你 這個聲音是朱莉姐姐嗎 嗯 是你的媽媽把你手機號碼告訴我的 快說回來 秋乃 你看到剛才的新聞了嗎 看到了 聽說發現了一具雪白頭髮的女國豬身的遺體 其實我今天傍晚的時候 在附近的神社看見韋了 真的嗎 嗯 我跟我朋友一起看到的 絕對不會錯 所以剛才的新聞一定跟韋沒有關係 朱莉姐姐 其實我剛才看到了 似乎是韋的夢境 注意到的時候 我們在桂馬先生的家裡 桂馬先生和韋也都在那裡 我看到了韋說自己在做桂馬先生的代筆作家 但是他們兩個人好像完全看不到我的樣子 代筆作家 我還是這樣 果然 沒什麼 下次再詳細告訴你 畢竟那個 那個夢裡還有什麼 還有別的什麼嗎 韋是看見幻覺了 且被自己小說 寫的小說中的腳伸鎖掉 但是桂馬先生很擔心 為此苦惱的韋 總覺得和我印象中的 沐嶺桂馬有點不一樣 桂馬不是把韋接近起來了嗎 如果那個夢是真的 那更像韋是志願待見那種宅地裡的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再調查一下 我生兒秋乃 明天有空嗎 有事你有 要跟我一起去桂馬的宅地嗎 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說的也是 我知道了 我會去的 很好 那麼明天我會在李他家最近的車站 車站月台等你 好的 對了 秋乃你已經吃飯了嗎 不 還沒 剛才我媽媽說這樣一定晚了 出去去買了 可是嗎 那你吃晚飯後 今天早點睡 為明天做準備 好的 我知道了 晚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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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天 直接隔天 嗯 嗯 所以 騎山那邊其實很遠 因為我從早上坐到晚上 坐到傍晚才對 本列車即將抵達 下車時請別忘記自己的水深物品 到了 電車果然比較快啊 喔是喔 又比較快 朱莉姐姐說要在車站月台旁邊 不知道她在哪呢 好啦那我想說那現場的答案 因為我們這一集也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們先玩到這裡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大家 掰掰